任何的骨头凸出来 骨头凸出来 比如说老师 我这个这个太太呢 绞了大拇指 奇怪嘞 然后这个歪一个大拇指 本来大拇指指甲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大拇指里面凸一块出来 然后脚长的这个指头 这个凸一块出来很痛 还有人呢 脚后跟 那个脚后跟呢 本来是这样子 就凸一块骨头起来 然后这个凸出来骨头很难过 很痛啊对不对 怎么办 那我就给西医开刀 开了刀以后又长回来更大 好 那怎么办呢 好 餐穹 单位餐穹粉 餐穹粉拿起来 那你用那个棉布包好 把它放到棉布包里面 然后用这些 喷点那个米酒上去 米酒能够加强酒的温中嘛 加强这个药的效果 然后晚上贴上去 贴了脚后跟 贴了骨头肿起来的地方 然后长起来以后再把它拿掉 好 每天晚上贴 每天晚上贴 那你一包你可以 可能你只要有一钱 等在里面 好 就很多了嘛 那你用过两三四天以后 味道没有了 味道没有了 代表药力过了 再拿一包来贴 好 那手的骨头 有的人是这个 这个受伤 这个骨头吐起来 通通可以